Chris Johnson 5號 強森 在感擾之下出手 有點勉強了 強森偷跑沒有人注意到 強森在籃底下 千差的空間要到很準 起身當中 把進去有點擠 喔呦 講家的外線命中率 連續兩場比賽都只有一成多 強森 具有速度優勢要到M1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這個已經算是逼到最後一個角度才出手了 對 愛呼呼 對 海捷 外線出手 什麼事啊 那球應該是要進了 那強森去撥這一下反而變成了一個 妨礙重籃 在湖頂發動 球隊交給強森 這一球送進來 空手切入 後台傑再得分 射手的部分就是阿極 如冠良 或者是小潔 是一個比較一派的人選 外線出手強 陳正傑在第六人上面有 有手發揮喔 沒錯 強森 這手有點勉強 拋往籃框要到2分 沒話講 在切入之後 哇而且這手強森 太樂 背框 第二線的血防過來了 藍底下有犯規產生 藍底下有犯規產生 太像了 活成應該有被CJ的小動作給推到喔 CJ Crossover 才在線上 命中的Low 2 也停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拿打有身高的優勢 CJ在三樓投籃期待應該是五六四的STOP 哇 起馬射箭 轉換攻擊 好球 第一線 交給了強森 雙手轉籃 在第三節就看他跟強森來互別 妙投 這一個球 強森是怎麼摔的 這個 勇士隊的機會 對 翻身跳投 強森 哎唷 終局裡面 一個出手的機會 他還做得很擅長 強森 外線出手也命中 對 跟底線也被包 CJ 第二拍出手快進3分 CJ 剩下倒數的19秒了 CJ 沒有 裁判享受 哇 這一個哨音 吹在這一個節骨眼 是 哇 這一個 吹判 對 晚上PTT又要精采 是 這個 第四節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球 第一個 阿良在腳步上面 並沒有所謂的接觸 身體上面也沒有碰撞 那 他對於要去Junson的這個封阻上面 手部其實也沒有太明顯的接觸 一個吹判上面 應該會是掀起一波討論的 對 其實富邦勇士如果 當然 登距了 2 5 6 8